银行踩演 重庆银行上市10个月股价近乎腰斩 股民吐槽 来4个涨停才能回本 截至10月27日收盘 重庆银行又走出了四连跌 低迷的走势引发了投资者的吐槽 有人在古巴发帖称 来4个涨停才能回本 从申购情况来看 重庆银行线下机构申购倍数为144.2倍 网上个人投资者申购倍数为2690倍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.037% 回波后中签率0.11% 投资者打新参与度火爆 运购的火爆延续到开盘 投资者用真金白银 吊达了对重庆银行的追捧 此后 重庆银行股价一路走低 5月10日收报10.75元 跌破发行价 截至10月27日收盘 重庆银行收报8.69元 相比今年高点跌幅达45% 接近腰斩 今年6月28日起至7月23日 由于A股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 重庆银行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本次增持金额合计 不低于2659.76万元 9月28日晚间 重庆银行发布公告称 截至公告日 本次2659.76万元的增持计划 合计增持金额已过半 有关增持主体已自有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及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增持本行股份1 573 500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0.0453% 累计增持金额1 379.89万元 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 8.68元至9.35元